本集由Sandler Sport Game Exchange 赞助播出 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座油Fantasy 我是阿Sean 又是美好的开箱星期三啦 那今天要开箱的呢 也是由疯狂岛设计的座油哦 那就是巫术师 巫术师呢是一款2到8个人的座油 那在这个游戏里呢 每一位玩家都是巫师 就被巫王邀请了一个 每15年一次的一个巫师大赛 在这个游戏里呢 每一位巫师都要在15个回合里 用15张咒语卡来打败你的对手啦 讲真的我真的很迫不及待去开箱这个游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游戏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啦 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啦 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我们的开箱吧 首先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外盒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游戏的方面啦 后面呢就是有一些游戏的介绍 然后旁边呢就是有他们的游戏的属性啦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给打开看看吧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看看里面的内容嘛 那首先我们打开看到的呢就是这本说明书啦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说明书 那这一本书呢它就是以中文的为主啦 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面呢都是有介绍这个游戏要怎么玩的啦 先把它给放一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是角色的专属板块啦 那每一个角色呢都会有他们各自的板块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正面反面都有他们的设计 设计都做得很精致的哦 那我们全部把它给摆出来 那总共是有八个角色的 所以你们都可以在这个游戏选择你们喜欢的角色哦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好像魔法石这样子的一个水晶 一样把它给放在旁边先 然后这个就是有生命值啦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游戏的标志 那我们可以打开来看看给你们看吧 那标志呢都做得比较厚的咯 就是比较有品质的 就不会好像一些他们是比较软的 那我们也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接下来呢这些就是一些生命值上线的一些板块吧 应该是多人玩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所以我们先也暂时把它放一边 然后这些就是游戏的卡牌啦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反面是这样子的啦 那正面就是这样子 那待会再开给大家看 那就是还有另外一组啦 所以就有两组的卡牌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这个魔法棒啦 那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 它每一个魔法棒都有一个塑胶袋装着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魔法棒的设计 那它前面是一个叉的 后面就是一个圈啦 那在玩游戏的时候呢我们玩家就可以用这个魔法棒来做一些动作 那大致上呢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内容啦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卡打开看看给大家看吧 好啦第一个卡组给打开啦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卡的卡牌的卡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有各式各样的卡牌 那有这些卡牌呢就是那些咒语卡啦 就是拿来攻击或者是拿来补助 用的一些卡牌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很有色彩的卡牌啦 那这个就是卡牌的卡面 那卡背呢就是这样子的啦 那我是觉得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他们专属的卡牌 那接下来第二个卡组呢也是有更多的咒语卡啦 那就是给其他的角色的一些卡牌咯 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内容做的精致度有多好吧 哦好漂亮哦 这些呢就是这个游戏所有的内容啦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超值得入手的 除了色彩又很鲜艳以外 然后整个内容呢都做得很精致哦 好的 今天巫术师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各位不要忘记追踪我的频道 因为我将会在下一集影片呢 专门做这个巫术师的教学影片给大家啦 也不要忘记感谢Sandlers for Game Exchange 提供我这个作用呢 来做今天的这个教学影片啦 如果各位有什么疑问还是有什么意见的话 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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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